崇光山区大学从即日起到10月4号 在中央公有零售市场的Gillow 推出了进入中央中央新村小展览 透过了图纸文献和老照片 要带领民众认识中央新村这50多年来 因为交通便捷所带来的转变 一栋栋现代化的大楼 是现在大家对新店中央新村的印象 不过中央新村过去的样貌 其实与现金大不相同 崇光山区大学从即日起到10月4号 就在中央公有零售市场一楼 推出进入中央中央新村小展览 以在地公民的踏查发现 与访谈新旧著名为基础 加上图资文献与老照片 但领民众认识中央新村的转变 中央新村其实它代表 是过去一个威权时代 就还没几年时代的 就是一些比较特定族群的居住的地方 当然随着整个解研之后 然后它的交通改变之后 其实这个地方其实呈现了不同 非常多不同的样貌 所以其实这次展览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就是 我们想要探讨就是 在溪流它聚落 它因为交通方式的改变 和不同的人员进来之后 其实它带来这个地方的都市改变 到底是什么 中央新村建造于民国60年前后 当时都是双品两层楼房 家家有庭院阳台 主要是供当时的国大代表 立委及监察委员居住 共有644栋 但随着禁建令解除 居民纷纷改建甚至出售 如今已成为3000户的大社区 在民国73年买下 中央新村住家的技术如女士 回忆起过去满事不舍 90年代开放改建之后 不复当年的鸟语花香 树很多树都被砍掉了 家家户物的花也不见了 前院后院也不见了 所以当然时代在进步了 那以过去跟现在来比 就是说现在是交通方便了 那人口也多了 整个环境不一样 重光社区大学 欢迎民族能够来到 中央公有零售市场 观赏这次的静态展览 对中央新村 有更深入的了解与认识 有机会更可以直接 走入中央新村的乡农间 感受这个新店西畔 最特别的社区 接着是明正门奇艺新店采访报道